变量咱们先谈离散型 再来看连续型的问题 那么同学上咱们来看一下 什么叫二维离散型的随机变量呢 对比咱们上一章怎么谈的一维离散型呢 取值有限或者无穷可列格的随机变量 是不是都叫离散型呢 那这个叫一样 所谓的二维离散型就是说取值有限 或者取值无穷可列格的这种随机变量 都叫做二维离散型的随机变量 在一维中用什么来描述离散型随机变量呢 是不是那个分布表呀 列出它的取值算出相应的概率 它们凭成一个表格 这个表格是不是叫做分布率呀 那么同样对于二维离散型 它的描述就是用这个联合分布来 联合分布表 它就是个表 联合分布表来描述 那么这个表长成什么形状呢 实际上来画 一般呢 这个呢写成X 这个呢写成Y 好 我们把这个表呢 表头打好 什么叫表头呢 那X取哪些值呀 比如说这个X 他能取X1 也能取X3 假如取两个值 这个Y呢 假如说能取Y1 还能取Y2 还能取Y3 假如能取这三个值 那么你看 这样呢 我们是不是就把这个表格完整的列出来了呀 把它所有的取值和它取值的概率 如果在那算出来 那么这个表格就是什么呀 就是我们俗说的联合分布表 这个表都是这样 表头就是X的取值和Y的取值 列出所有的值 X 这应该是三个值 这是X1 X2 X3 好 我画的表是取三个了 如果X取三个值 取X1 取X2 取X3 Y取三个值 Y1 Y2 Y3 做这个一列 做一行表头 然后呢 大家补上这些空白 这里面呢 这个概率是谁呀 那比如说这个概率 咱们这个地方第一个 第一个空格 那么这个空格的意思就是谁呀 就是X取了X1 Y取谁呀 Y取了这个Y1嘛 我们叫做P11 其中P11就是谁呀 P11写出来就是 大X取了X1 逗号 大Y取了Y1的概率 同里这有个谁呀 P12 这有个P13 然后呢 P21 P22 还有P23 P31 P32 和P33 那你看 这个表格 是不是完整的反映出了这个XY 他俩的规律呀 他俩能取什么值 知道了 他们两个取对应点的概率是多少 是不是一目了然呀 所以这个表就综合的反映了他们两个放在一起的信息 那么这个表有两个要求 什么呢 一个是非复性 表中的概率都要怎么样 大一等一零 所有的这些P都是大一等一零 第二归半性 所有的这些P呢 相加得等于一 这两条你想一想 跟咱们讲的一位完全一样啊 表中概率大一等于零 所有的概率累加是一样 好 这就是联合分布表 所谓的联合 再强调一下 只要谈到联合 就是指的同时研究他们两 那当然有的情况下呢 我们只想研究一个 那就是什么呀 得到边缘分布 什么叫边缘分布呢 咱们来看一下 所谓的边缘 比如说对X求边缘 咱们看这个表格更清楚看 来 那比如我问你 我X只能取X1 XX3 那我问了 X取X1的概率是谁 好 这呢 再多补一列 好 咱们看一下看 好 我问X取X1 那么X取X1 有些种情况呀 是不是 X取X1 Y可以取Y1 Y可以取Y2 Y也可以取谁呀 取Y3呀 所以X取X1的情况 有三种情况 是不是 就是Y取了Y1 X可以取X1 Y取Y2 他取1 Y取Y3 他取1呀 所以最终 X取X1 自己的概率 就是谁呀 是不是 就是这一行的三个元素 怎么样 累加 就是P11 P12 再加个谁呀 P13 同理 X取X2的概率 是不是第二行的概率 累加在一起呀 这就是谁呀 P21 P22 还有个谁呀 P23 第三行 X取X3的概率 是不是第三行的概率 累加呀 所以这个谁呀 P31 P32 再加个P33 好 这就是X的 这个自己的分布呀 所以发现了 对X求边缘 就是什么呀 行加 所以咱们回过来看 你看 如果X取XI的概率 那就什么呀 就是把这一行 都加在一起呀 你想 Y可能取Y1 Y可能取Y2 Y可能取Y3 那么Y可以取不同的值 是不是 X都有可能取到X1 所以要把所有取到X1的情况 累加在一起 就是表现了那一行累加 那所以就谁呀 就叫SigmaPi接 把接累加在一起 这是指的DI行 你比如 把I看着1 X取X1 就是谁呀 就是这个SigmaPi接 E接呀 接表示列呀 所以一句话 对X的求边缘 就是什么呀 行加 把这一行加在一起 就得到X的边缘了 那么通理求Y的边缘呢 那问大家 Y取Y1的概率是谁 是不是这个表 要再往下怎么办 再延伸出一行呢 好 咱们再来看这个表 好 那你想 Y取Y1 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呀 X的取X的1 Y可以取Y1 X的取X2 Y可以取Y1 X的取X3 Y可以取Y1 所以要干什么呀 说把这一列 把这一列 这一列都是Y取了Y1 所以加在一起 就是谁呀 P1E P2E 再加个谁 P3E 所以这一列相加 得Y取Y1的概率 同理 第二列的 第二列这三个概率相加 是不是得Y取Y的概率 还有 第三列的这三个概率相加 是不是得Y取Y3的概率 所以 那么对Y球边缘就是干什么呀 对Y球边缘就是什么加 列加呀 这一列相加 就得到Y的这个边缘 所以 咱们总是呢 把联合和边缘放在一起来看 本来这个表讲的是联合 在这个表上呢 多补一列 多补一行 那么这一列和这一行 分别就是X的边缘和谁呀 Y的边缘 所以你看咱们书上 来翻 翻到61 61的最下面 介绍了二维离散型的随机变量 以及它的描述 翻过来62页 叫做联合分布表 那么这个表 都是这样 先列出表头 X取哪些值 Y取哪些值 算出对应点的概率 每一个点的概率 是什么呀 是他俩同时取这个点的概率 是一个G的概率 那你比如 咱们62页有个立一 那么这个立一呢 这个表就是什么呀 XY的联合分布表呀 那往后翻 翻到下一小节 叫边缘的问题 翻到这个 65页 64页 64页到65页 前半段部分 都是讲的谁呀 都是讲的离散型的边缘 就是什么呀 一个叫做行加在一起 一个叫做列加在一起 所以这样来看呀 那我们书上也有个65页 有个立一 这个立一呢 就是让大家求联合 求边缘 所以你想一想 要想求边缘 翻到66页 你只要把这个联合求完了 多补一行 多补一列 这一行这一列就是什么呀 就是这两个变量的边缘的问题 好 这是咱们谈到了第二个问题 联合和边缘 那么还有第三个问题 叫条件分布 什么叫条件分布呢 你想刚才联合是同时研究XY 边缘是单独研究X 单独研究Y 那还有一种情况 在Y已经等于谁的条件下 再去干什么呀 再去研究X的取值呀 比如我们还拿这张图为例 好 我们还拿这个表格为例 好 这是X 这是Y 它取了X1 取了X 比如咱们举一个简单的 取两个数 这取了Y1 这取了Y2 好 那么这个地方呢 叫做P1 P1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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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是联合 那么多补一列和多补一行 就是什么呀 就是你的边缘呀 那么这个地方 行加那就是P11加P2 这个地方就是P21加P2 那么这两个就是什么呀 就是X的边缘呀 那么这个地方呢 列加那就是P11加P21 和P12再加P2 这是Y的这个边缘呀 这个地方一定是1 它一定是个1 好 那么这样联合和边缘都有了 谁是条件呢 比如说我现在会 在大Y等于Y1的条件下 帮我求X的分布 已经限制了大Y是Y1呀 那你看 大Y取Y1 是不是已经限制了在哪里呀 是不是限制了在这一列上研究呀 好 让Y取了Y1的情况下 看X 你Y取Y1的情况下 X可以取X1 也可以取谁呀 也可以取X2呀 那就想一想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算了 好 在大Y取了Y1的条件下 这个条件下 那么大X 他取了 他等于Y1 在他取Y1的条件下 X可以取X1呀 那概率等于谁 还有 那X可以取X2呀 就是在大Y等于Y2的条件下 大家看 这是个条件概率呀 咱们就背条件概率 那么等于谁呢 是不是等于P大X取X1 斗号大Y取Y1 再除个谁呀 是不是再除个分母 叫P大Y等于Y1呀 是不是这个概率吗 这个概率等于谁呀 你看分子是X取X1 斗号Y取Y1 那就是谁 是不是这个P11呀 这是P11 分母来 分母是Y取Y1 Y取Y1的概率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摆着呢 说P11加P21呀 所以我们发现了 这个条件分母就是什么呀 就是这一列的每一个数 是不是占这一列的一个比例呀 第一个概率 占这一列的比例是多大 还有第二个概率 占这一列的比例是多大呀 在这样一除 就是你的条件分母呀 就是在Y已经取了 Y1的条件下 限制在这一列上 来研究谁 研究X 那么在这一列上 X的同样可以取1 可以取2 取1的概率 就是P11除以这一列 取2的概率就是谁呀 P21除以这一列 所以这样咱们就把这个条件概率 也给你分母说清楚了 那翻书67 67第三小节 讲的就是条件分母 67到68页 那尤其是那个3.1式和3.2式 这就是谈到的X和Y 它们两个的条件分母 所以这样我们就把 二维离散型的三大分母 联合分母 边缘分母 和条件分母 搞枪状 它们三个什么关系 再来看一下 联合分母 就是本来这个小的表格 边缘就是扩一行 扩一列得边缘 条件就是说 这一个这个数 占这一列的比例 和第二个数 占第二个列的比例呀 这是研究 在Y取Y1的条件下 对X的研究 那你可以怎么办呀 你也可以限制 X取X1的条件下 对Y去研究呀 所以一个道理嘛 所以 边这个联合 只要搞找到了 你想一下 只要有了联合分母 那行家列家得边缘 然后条件呢 条件是不是说 这一列的一个数 除以这一列 还有第二个数 除以第二列 得了谁呀 得了你的条件呀 所以这三个分母中 谁是最主要的呀 是不是一定是联合呀 因为知道联合 可以得边缘 由边缘也可以进步 得谁呀 得条件分母 所以这三个分母 是放在一起来考的 好 这是咱们说的第三个 条件分母 最后一个独立心 什么叫独立呀 咱们前面上几个讲独立 是用的什么呀 联合分母函数 等于边缘分母函数 相乘 叫独立 那对谁都成立 但如果是对于离散型的 随机变量 咱们更喜欢呢 用这个方式来看它独不独立 翻到这个七十三页 七十三页的四点四这个式子 就是说 如果这是离散型的变量 独不独立就是看 这个交叉点 这个乘机 逗号表示取机 X取X1 逗号Y取Y1的概率 等不等于X取X1 Y乘Y1的概率 如果等 那就是独立的 注意这是对任意的I接 每一个交叉点都是这样的 换句话来讲就是什么呀 就是那个交叉点 你想一想 就是指的什么呢 这个道理 假如说这是X取了X XI这是Y取Y接的话 那么X取XI 逗号Y取Y接 它指的谁呀 是不是指的这个概率呀 它就是说这个交叉点的概率 等不等于谁呢 X取XI 是不是这一行的一个累加呀 所以Y取Y接就是谁呀 是不是这一列的累加呀 所以它的含义就是说 交叉点的概率 等不等于这一列的概率 乘上这一行的概率 这是这一列 看 这一列的概率 这一行的概率 如果等 那就称你是独立的 注意 是每一个交叉点 都是这个规律 每一个交叉点的概率 都要等于这一行 和这一列 两个概率相乘 这才是独立的呀 好 这是咱们谈到的二维离散型 怎么谈独立不独立 就是用这个概率相乘的方式 下面呢 咱们通过一个题 来体会一下 这个联合边缘条件 和独立性的问题 来看咱们的第二这个题 第二这个题呢 是书上的一个习题 翻书 习题六这个题上 它比较综合 看一下 将一枚硬币制三次 以X表示 前两次中出现H的次数 以Y表示三次中 出现H的次数 那出现H 我们可以认为是出现正面嘛 好 求联合分布 求边缘分布 再求条件分布 再问你独不独立 我们人为的 加上这几步 什么条件分布率 还有独立性 那考我们二位离散 就是围着这四条 联合边缘全件和独立 那么咱们试一下 好 先看联合 联合的话呢 先把这个表打一下呀 好 来把这个表画一下 先画表 好 这是X X这是Y X表示前两次出现的次数 那前两次可以出现几次这个正面呀 是不可以出现零次 一次和两次呀 所以X取谁呀 X可以取零 X可以取一 X怎么样 是不是也可以取个二呀 好 然后Y呢 Y表示至三次出现正面的次数 那至三次可能出现零次正面呀 也可能出现什么呀 也可能出现一次正面呀 也可能两次正面呀 也可能什么呀 三次正面呀 所以这个表框架打好了 这就是联合分布表的框架呀 那关键是干什么 往里填这些数呀 比如我们就挑两个算一下 咱们不能把它全算哈 因为算太多了哈 我们挑两个 比如算第一个 X取零 逗号Y取零 这等于多少 你先想 X取零 Y取零的意思是什么呀 那是不是说 前两次出现了零次这个正面 前三次还怎么样 是不是还出现了这个正面呀 还出现零次正面呀 那你想 至三次的话 出现正面的概率是多少呀 每一次 你看至一次硬币有两种情况 出现正面 出现反面 第二次硬币至 是不是也是两种情况呀 所以一共至三次 至三次的话 样本点是多少 每一次有两种可能 所以三次呢 是不是二的三次方 所以分母是这样 那么分子呢 分子是不是说这个含义 至前两次没有出现正面 前三次还没有出现正面 那说什么 说明什么呀 说明这三次都没有出现正面 是不是三次都出现什么 都出现反面呀 三次都出现反面 那就一种情况呀 所以多少呀 二的三次方分之一 也就是多少 八分之一呀 那比如咱们再算一个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呀 八分之一 好我们再算一个 咱们有一个PX取了零 逗号Y取一 这什么意思 分母还是八 这变不了 分子呢 X的取零 表示前两次没出现正面 Y取一 是不是表示三次中出现一次正面 那前两次没出现 三次中又出现一次 说明第三次呢 是不是第三次一定出现正面了呀 所以说明第三次出现正面 那前两次呢 是不是一定出现什么呀 出现反面呀 所以这个地方咱们同样算一下 结果是不是还是八分之一呀 所以同理咱们一次写一下 这个表格都是什么呀 这就是咱们所提到的古典概型嘛 古典概型 啊 他们的分母都是八 然后分子随便考虑吧 你理解这个事情啊 X的是两次出现 前两次出现正面 就是前两次嘛 好 Y表示三次 Y表示三次 都取零的含义 和一个取零一个取一的含义 包括还有零二零三 各个含义 所以这些数呢 我们自己把它补一下 我们直接给这个答案看 补的结果应该是 第一个都取零是八分之一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 也是八分之一 零一还是八分之一 零二呢 是零 然后呢 零三也是零 为什么零二是零呢 你想一想 X的取零 Y取二什么意思 比如再写一个 X取零 逗号Y取二 X的取零表示 前两次都没有出现正面 Y取二表示三次出现两次 前两次一直都没出现 你又要求三次出现两次 那不可能的呀 所以等于多少 那显然是零啊 你理解一下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好 同样 第二行 这是零 这是四分之一 这是四分之一 这是零 最后呢 这是零 这是零 这是八分之一 然后呢 这是八分之一 好 这就是咱们这个题的联合分目标 要用到一点古典概型的问题 所以这种题 是重点题 包括数学一在内都在考 啊 这几年都在考哈 这个二维离散呢 是重点 一维离散考到少 但是二维变列 不管是离散还是连续 同等重要都要做 好 因为联合有了 再看边缘 边缘怎么办呀 边缘 是不是大家这个地方 多补一列 好 在干什么呀 是不是在多补一行啊 多补一行 多补一列 就得到了XY的边缘 大家想 X的取零 是不是要把这一行 加在一起呀 所以这是多少 那么你看 X取零 X取一 X取二呀 取零的概率 是八分之一 加八分之一 加零加零 所以多少 写个四分之一 好 再来 那么第二行 X的取一 是不是零 四分之一 零 所以多少 是二分之一 X的取二的概率 零零 八分之一 八分之一 四分之一 所以这个地方 这一列 就是X的边缘呀 所以你可以这样写嘛 写成P大X取成XI的概率 你看 一目了然 X取谁呀 取零 是四分之一 X取一 是二分之一 X取二 是四分之一 所以这是X的边缘 那么等一下再看Y的边缘 那么Y可以取谁呀 Y可以取零 Y可以取一 Y可以取二 所以写P大Y取Y接的概率 Y取零的概率 加八分之一 加零加零 还是八分之一 Y取一的概率 八分之一 四分之一 加零 所以多少呀 是一个八分之三 好 Y取二的概率 零加四分之一 加八分之一 所以还是八分之三 Y取三的概率 这还有跟他看 还有Y还可以取三来 Y取三的概率 那就是零零 再加八分之一 所以还是八分之一 最终这是多少 这是一呀 所以你看 这就是咱们谈到的 这个联合分布 和边缘分布 所以联合式基础 行加列加得边缘 再看条件分布 比如咱们补一档 我怎么说呢 我说在大Y取零 大Y取一的条件下吧 比如我再加一问 第三问 好 我说在大Y等于 是不是有个二呀 大Y等于二的条件下 求X的条件分布 好怎么办 来开始写了 P 那么在大Y取二的条件下 X可能取零啊 还有P X可能取一呀 大Y取二的条件下 还有P X可能取二呀 大Y取二的条件下 好 各自的概率是谁 所谓的分布 离散型 就是指列出取直和概率 Y等于二的条件下 X可能取零 可能取一 可能取二 所以取之列完了 再三概率呀 好 条件分布是谁 来 那现在是不限制Y取二了呀 那是不是要在这个地方 要在这一列上去研究呀 Y取二的条件下 这一列的情况下 去研究X 好 那么X的取零的概率 是不是就是这个零 占这一列的比例呀 这一列是八分之三呀 所以等于多少 是不是零 除下这一列的八分之三 还是谁呀 零 然后取一的概率呢 取一的概率是不是这个四分之一 占这一列的比例呀 那是多少呀 是不是四分之一 除个我的八分之三 所以我们算一下 四分之一 那就是四分之一 再乘上一个三分之八 所以是得个三分之二呀 他再有 他取二的概率是多少 取二的概率 是不是拿这个八分之一 第三个概率 除上这一列呀 这一列是八分之三呀 所以来个八分之一 八分之一再除个谁呀 八分之三 所以等于多少 三分之一 哎 这就做完了呀 所以这就是在大Y等于二的条件下 这个X的分布 X的取零的概率是零 取一的概率是三分之二 取二的概率是三分之一呀 好 第四位再来 问 这里面XY独立不独立呀 你想 独立不独立 是不是就看交叉点的概率 等不等于所在行所在列的成绩呀 显然不独立吗 为什么 比如大家看 这个那是不是有个零呀 咱们看这个地方 是不是X的取零 Y取二的概率 你想一想 X取零 逗号 Y取二的概率 等于多少 是不是等于零啊 X的取零 Y取二是零 但是你想一想 X自己取零的概率是多少 X自己是零 X的自己取零 是不是这一行啊 是四分之一 这是四分之一 然后呢 Y自己取二的概率呢 Y取二的概率是八分之三呀 八分之三 好 那就想 我就随便找一个点就发现了 那么这个交叉点的概率是零 但是这个交叉点在的行 概率是四分之一 列是八分之三 显然 人家这个四分之一 乘上这个八分之三 绝对不等于零啊 所以我们发现了 所以这就出现了 X取零 Y取二的概率 它不等于 X取零 乘上 Y取二的概率 所以回答 XY本身怎么样 不独立 不独立 做完了 就在这样说呢 你独立 那就是说交叉点等于行列相成 你这些是个零啊 实际上这是个一般的规律 什么规律呢 咱们到了后面做题会知道 凡是离散行随机变量 只要表中有零 可以记住 只要这个表中 表中有一个零概率 只要表中有零 一定推他们两个不独立 就做完了 道理很简单 咱们解释了 你想一想 这边有个零 交叉点的概率是零 但是交叉点在的行 交叉点在的列 不可能是零啊 一个零 怎么能等于两个不为零的规律相成啊 在这个一般的规律上 可以记一下 表中有零 就是不独立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题 就帮大家把这个二维离散行的问题 它的联合分布表 边缘分布率 和条件分布率 以及独立不独立的问题 咱们解释清楚了 这种题要涉及到一点古典概型 稍微要做一点排列组合的问题 那么在我们这个在你学也好 在这个教材上也好 也有很多这个关于二维离散行的问题 所以我们自己要把这些题挑几个做一下 你比如我们在你学的经典立题选讲 你发现 经典立题选讲的第一个小板块 就是二维离散行随机变量 有立一这个题 就是出了两种情况 一个是放回摸球 一个是不放回摸球 并且立一的后面写了一个很长的柱 还有立二 立三 以及立四 在你学上呢 给了四个这个二维离散的题目 所以你可以在这四个里面呢 挑两个来做一下 体会一下 二维离散行 好 这是咱们说的第一个重点 二维离散行的问题 那么这样呢 咱们暂时把这个离散行的四个问题 暂时说这个地方 咱们举一个题就行了 那书上注意哈 书上这个地方是写了好几小节哈 咱们这个呢 是不分它们 略有次序的不同 书上呢 专门讲了联合 又专门讲了条件 又专门讲了边缘 又专门讲了独立 书上分了二三四五小节 我们这个呢 考题 你注意 考你二维的问题 都是这四个问题 一个题考全了 联合边缘条件和独立嘛 所以我们不区分它 你自己在书上的习题 相应的找两个综合题 把它做一下就可以了 那么这样呢 咱们离散行就先到此结束 简单休息一下 再去谈下面更为重要的 叫二维连续行 因为为什么它更容易考更重要呢 尽管离散行也常考 但是呢 离散行毕竟还要用到什么呀 排列组合 古典概型 我们大学对古典概型要求的很低 但是对谁要求高呢 对维积分 对维分和积分要求的高 所以一旦考到连续行 算概率 它不是这种排列组合 而是什么呀 而是要做积分 这是我们大学的重点 所以那相比较而言 那离连续行考的是略为多一点 那至于连续行 它有没有这样的几个问题 它的问题怎么解决 咱们放在下一次课再去谈 好这节课咱们先到此结束 所以大家就请准备 再做那些课咱们先到这一步 我关注你 那是为了 我的那我就要做 这些课咱们先到这一步 我们应该看 我们的课咱们先到这一步 所以我们要做 就要做